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市 一群妇女正在展示他们刚刚学到手的自卫技能 保护自己不被强暴,不受性骚扰 第一批学员有80人 他们学的是空手道和其他防身术的基本武术技能 我们为妇女举办免费自卫训练班 苏拉特市的妇女反应热烈 课程一个半月 她们在训练中很能吃苦 第一批惊天结业 我们教授她们一些如何防身的俏们 她们学了在自卫时能派上用场 针对妇女的暴力在印度很普遍 可是哪怕是已经对此麻木不仁的人 也被新德里去年底发生的公交车轮间案所震惊 她们走上街头抗议针对妇女的暴力 妇女安全保护成为印度全国关注的大问题 印度政府很快出台法令 更加严厉地惩罚性犯罪 经过自卫训练的妇女显示出自信心 这种体验真好 我们掌握了很多技能 并从中学会自信 这些都是些简单的基本技能 我们还可以向其他人传授 印度的刑事司法体系被广泛视为是一个不能有效保护妇女的制度 根据政府统计的数字 在印度每20分钟就有一名妇女被强暴 但是印度的性犯罪定罪率却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妇女权益组织和律师们说 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的性犯罪受害者 不得不忍受印度刑事犯罪司法系统的冷漠无情 这一体系既缺乏资金也缺乏资源 无法向受害妇女提供适当的援助和关怀 无法使得正义得到伸张 在保守社会里 妇女的性行为往往跟所谓的家族荣誉联系在一起 被强奸的妇女往往被打上耻辱的烙印 而家长迫于压力 不得不把被强奸的女儿嫁给强暴她们的罪犯